近日洛杉矶华人区蒙特利尔公园市 Monteray Park 简称蒙市五名市议员通过一致决议 对位于丁胖子广场旁边的一家公寓进行调查 并传讯公寓业主 原因一名走线客在住完该公寓的家庭旅馆后 反手就将他举报给了蒙市 市政府经过走访调查发现 这家公寓存在诸多的问题 例如卫生消防安全等隐患 除此以外其还涉嫌欠下上百万美元的税金与罚款 消息一出蒙市其他家庭旅馆的经营者人心惶惶 如果全部被禁止经营的话 大量的走线客将沦为无家可归者 家庭旅馆环境恶劣 被调查的公寓地址是122N Lincoln Avenue 就位于蒙市丁胖子广场东侧 据称一共有26个房间 其中至少24间被用作短租房 也称为家庭旅馆 蒙市市政府去年8月份对该公寓进行检查 发现了大量的安全隐患24个单元 一共有232张床 平均每个单元9.6张床 最多的一个单元内铺设了12张床 从蒙市市政府公布的照片来看 这些床非常简陋 只是用一块木板搭建 甚至用油漆桶和酱油桶放在地上 上面放一块木板就可以睡两个人 上述这张照片的位置是小客厅 被改建成至少可睡9个人 另一张照片显示卫生间杂乱5张 洗衣机竟被放在浴缸内 浴室还搭了很多条绳子 用来晾晒衣服 除此以外 公寓房间内的烟雾警报器缺失 大量租客使用的插电板乱拉电线 存在安全隐患 举报走线客住完后 反手举报 猛市的政府律师卡尔H伯杰 卡尔H Berger 蒂莫西伊坎彭 Timothy E.C. Ampen 建议市政府对公寓业主和负责人 进行法律传讯 据称该公寓的业主为一家公司 管理员为华裔男子Kurt Wang 之所以被调查 最早是在去年5月被一名走线客举报的 后来一名消防员去该公寓进行救援时 发现了糟糕的环境 也向市政府报告 去年8月市政府检查后发出整改通知 截至今年4月烟雾警报器缺失 乱拉电线等行为得到改正 但是居住的人依然非常拥挤 坎彭透露该公寓非法经营短租业务 至少三年时间 以200个床位15美元一天计算 三年下来 拖欠了市政府134万美元的税金和罚款 之多地家庭旅馆的由来 猛是家庭旅馆的存在 可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这与美国华人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更以丁胖子广场为中心向周边扩散 丁胖子广场曾经是美国华人的交通枢纽 也被称为华人劳工的集散地 早年间每周来往的周级大巴不下一百次 很多华人劳工从这里出发前往全美各地武工 而失业的华人 则又从其他地方回到丁胖子广场找工作 这种情况延续到现在 所以洛杉矶华人的职业介绍所 几乎都集中在丁胖子广场周边 大量华人新移民在这里短居几天找到工作后 出发前往美国各地 也有很多劳工从各州返回洛杉矶找工作 期间短暂居住在丁胖子广场附近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旅馆就顺应而生了 有的在房间里放两张双层床 这样一个房间可以住下四个人 房东还包油包面每天只需要15美元 这对于只是短暂居住三五天的华人劳工来说 是非常划算的 他们往往从外周回到丁胖子广场 在职介所找到工作以后又走了 中间停留短则两三天多则一周 住每天上百美金的酒店是不可能的 家庭旅馆则在这方面很好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更难得的是在拜登经济学导致通货膨胀 物价飙升数倍的情况下 家庭旅馆的价格仍然和十年前一样现状 丁胖子广场周边大量家庭旅馆 当然15美元一天包油包面的家庭旅馆 必然存在种种问题 比如卫生消防安全等隐患 不过长期以来大部分时间相安无事 也就延续到现在了 不过最近一年来走线客大量涌入的情况下 家庭旅馆似乎不够用了 猛市政府律师坎鹏也承认 这些低价的短租房多年前就存在 今年数量大幅增加 事实上除了这种用公寓改成的家庭旅馆外 把house改成家庭旅馆的也不少 尤其是在丁胖子周边的社区 很多外面看上去是house 打开门实际上全改成了家庭旅馆打击 走线客或成无家可归者 猛市在2020年曾经出台过法规 对家庭旅馆的经营者处于1000美元罚款 如果严重违反者列入轻罪处理 除了罚款之外还面临6个月的劳刑 民不告则官不究 虽然法律禁止但市场仍有需求 这些家庭旅馆实际上仍然在继续运营 尤其是走线客聚增后 家庭旅馆更是供不应求 也就出现了把整栋公寓改成短租房的现象 目前尚不清楚猛市会如何处理家庭旅馆的事情 但是许多家庭旅馆经营者都表示 心慌 不知道市政府会不会一刀切全部禁止经营 如果一刀切的话则可能造成巨大的影响 大量走线客可能会沦为无家可归者 对此猛市市长黄太平Thomas Wong表示 在解决非法短租屋的同时 也要确保租户不会沦为无家可归者 要将政府和社区非盈利性组织的资源提供给他们 照顾他们的处境 洛杉矶美狗整理出品 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出更好作品的动力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助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